打着金贤重这位人气王的招牌 韩版二作剧之吻 一号晚间盛大首播 收视率让我们揭晓给大家知道 平均是3.5% 3.5%似乎也还好 不过友台红翻了的励志复仇大戏 面包王金卓秋收视飙到44% 另一友台我的女友是九尾狐 则是11.9% 还比上个星期高了1.9% 所以面包王金卓秋的收视 是韩版二吻的12.5倍 有人质疑即使祭出了金贤重 也提到铁板 手机惨败韩国媒体大篇幅报道 还拿出了收视实在是大屈辱的字眼 鬼咎于失利原因 有人说是电视台该时段被下咒 收视长期烂到家 不能拐金贤重 也有人说韩版没有台湾的 恶作剧之吻的原汁原味 不过最多人说的还是导演黄人雷中枪 2006年大受欢迎的偶像剧《公野蛮王菲》 就是出自黄人雷导演之手 看过韩版二吻的观众 纷纷表示不论是幻想的情节 或是拍摄的手法 两部作品如出一册 完全缺乏新鲜感 也是让大家失望的原因 二号晚间将播出第二集 是否能挽回观众们的心 值得观察 一天是王远倩整理报导